CSV,你把它打開來,它當然預設是用Excel開的 你把這個Excel打開來 它其實充其量它就是一個 你用Excel開它會是一個表格 可是如果你按右鍵開它就是一個文字檔 實際上它就是純文字檔,只是副檔名是叫CSV 那另外資料跟資料中間 它就是一個豆點,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接下來我怎麼樣可以把這個CSV丟到那個 我們的MySQL裡面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你要先把你的MySQL先叫出來 而且要啟動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要先把MySQL叫起來 其實MySQL我覺得它的最大好處是真的 這個 非常的方便 你看你只要架個server,按一下admin就可以了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MySQL給叫起來 不過會有個帳號密碼,我剛剛已經打過了 還有呢,在這邊 我們上個禮拜 是已經有一個library的資料庫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直接從home裡面 先新增一個那個什麼 新增這邊有個資料庫 home然後資料庫,這邊有個建立 你就打一個library 那編碼方式拉到最下面 找到這邊有一個叫 utf8的unicodeci這個 多語系 不區分大小寫這個 這邊打一個library 按建立 那這邊會有一個library 我們第一個呢 一定要有個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呢 才會有資料表 那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成語 不過 當然 應該是也可以 這個這個名稱當然也是可以用 中文的名稱 不過 恐怕怕那個中文名稱 有的時候會發生一些狀況 不可預期的狀況 其實也沒有人敢保證 因為 畢竟這些開發都不是在台灣 環境所開發出來的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 不可預期的狀況 所以通常 如果像建資料庫的名稱 資料表的名稱 欄位名稱 盡量用英文的 那旁邊有備註啦 你可以在備註裡面再去 敘述一下這個欄位的作用 那比如說 我這邊已經有個叫 prover 這個 我名稱成語的話 叫這個 prover 裡面的話這個 我是已經把它傳上去了 已經 因為你如果沒有傳上去 你就沒辦法做查詢 那我怎麼傳上去 裡面的話有幾個欄位 1234 總共四個欄位 那這個地方怎麼建立的 我先把這兩個先刪掉 這邊的話呢 可以先做刪除 我們再重做一次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你要先確定 你有沒有那個 Library的那個資料庫 如果有的話 第二步的話 請各位先做什麼事情 新增 在Library底下新增 新增資料表 資料表 那資料表這個地方的話 他這邊按新增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你有幾個欄位 新增 那底下的話呢 你就輸入他的 他的那個相關的那個欄位名稱 跟形態 那欄位名稱跟形態 大概用什麼比較好 我這邊大概 做了幾個欄位 包含就是說有那個 你的 ID 然後